老师好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TourKit的这里 我们介绍了第四个 第四个Noise Meter是什么意思 噪音测量器 比如说你在教室跟你讲 小朋友安静 小朋友安静 小朋友讲着讲着有时候就忘记了 那当你启动这功能 他就会跟你讲 我要用你的麦克风哦 我需要你的麦克风 我才可以侦测到这教室的什么噪音程度 好吧 所以你要打允许哦 那老师看一下 目前这个叫感应 那感应呢 你可以设敏感的程度 这叫 喂 喂 这叫高感度 那如果拉这里呢 喂 喂 喂 要很大声 他才能够很高 那你可以把它拉到 这就是什么 让学生看 大家太吵咯 太吵咯 你们声音太大声咯 让学生自己看 这是调感应度的 Sensitive这个 如果这样呢 学生就可以讲大声一点 因为要很大声才感应到 如果这样呢 稍微讲一下话 各位了解吗 来 我们在这叫声音感测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 老师先试一下这个 那这个音乐我们也先一起提一下 音乐的地方呢 譬如说这里 Focus 音乐就出来了 来 下一首 上个波音的学生听了 来 我们再试一下 换另外一个叫做Active活动的 下一首 好 这老师自己使用 请老师待会练习一下 声音的教室的噪音感测 跟音乐播放 接下来 你看这下的波音的道理